台湾国安局副局长周美武证实 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 星期一早上在五艘作战舰护卫下 经由日本公古水道穿出第一岛链 航经台湾东部海域 再由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展开远航训练 至于辽宁号完成训练后 返程会否再绕行台湾东部 目前还不清楚 不过对于这次的跨海训练 引起台湾和日本高度关注 中国国防部则强调 只是年度例行远海训练 他是从东部从公古下来 从我们的外园 然后切靠近菲律宾的海域 然后往西南就是往南海 所以不会经过台湾海峡 不会 然后回去 回去也是从东岸再回去吗 不了解 不了解 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掌握 完全掌握 周美武指出 辽宁号此前一共进行了25次训练 但都只是部分操演 这是第一次进行航母完整操演 台湾国安局对此部署了海空兵力 全程戒备和监督 并强调一切状况都在掌握之中 这也是台湾总统蔡英文 和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 打破37年传统通话 引起中共政府强烈不满后 中国舰队首次不安寻常道 突破第一岛链 一路开进西太平洋展开跨海区训练 此举被外界定调为对美国的反击 除了台湾 日本也对中共近年来加强军事能力深感不安 尤其在去年12月 中国国防部证实正在建造第二艘航空母舰后 日本目前正严密展开监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